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这个日本跟这个台湾 进行了第一次 这个海巡上的一个这个连演 但是日本低调的不得了 官方完全不公开 不过当然了 媒体还是知道 对不对 写了很大的一篇 但是他的政府 不透过官方管道公开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非常的紧张 另外一个就是南韩 7月18号 韩国在野党要准备提案 这提案内容是呢 南韩军方的 未来这个台海的部分 这个阻止南韩军方 救台湾问题跟美国合作 那不希望在台湾有事的时候 所以认为啊 不但自己要避台 要避台 就是台海有事的话 要都避呀 更不要说要参加 不但自己 连驻韩的美军 也应该要避台 那当你说啊 这在野党提案 随便他怎么讲 手上又没有实权 不是哦 南韩外长在国会 被质询的时候 就直接被问到 台海如果冲突的话 韩国会介入吗 直接给非常简单的答案 不会 No 不会 不可能 我先讲 日本跟我们台湾做 他要知道现在来讲的话 我一直强调 是一种灰色地带作战的手段 它会不断的提升 在如果说直接是军事冲突的话 不管是对日本或对台湾来讲的话 那就提升到战争的行为 我想在战争行为以下来讲的话 那就是海警的作为 所以我在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海警事实上是反而是第一线 对这个维护海权第一线 最重要的一个组织的力量 那解放军 不 这个大陆海警船经常在日本 就钓鱼台争议的海面上面 在那边事实上长期一年365天 它将应有360天在那个地方 那对台湾来讲的话 海警的骚扰也会不断的加强 所以台湾来讲当然就跟日本 希望说能够互相彼此 互相有个接应 这个互相来讲做一个演练 这是必然的一个情形 这是第一次 两边的第一次 对 但是就是说 但如果说是军事上合作的话 那就立刻引起很大一个形态 如果海军跟海军联合 做一个演习来讲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那对大陆来讲它绝对是不会散罢甘休的 但即便是海巡它都不公开 但是海巡来讲事实上 其实海巡我讲的是 就是第一 就是最先冲突的一定是海警 先冲突嘛 那我也讲过 昨天我在我们这边也讲过 你不要小看大陆海警 它很多都是这个少林武僧出身的 它很会打架的 这个不要疏忽了 海警的力量 海警的影响力往往会大于海军 对 日本是小心翼翼 可以做 但是不能说 那你看一下韩国呢 韩国来讲的话 那就更明显了 韩国自己本身来讲 它北韩那边的威胁是更大的 如果说是台海有事的话 它来搅这一段昏水来讲的话 它自己第一个就是被北韩 第一个就先打它 因为你把部队如果抽掉到台湾来的话 或者是说你注意力到这边来 那不管是大陆或者是俄罗斯来讲的话 这个时候是趁着你这个北朝鲜 就是北韩去打你 南韩是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时间点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你韩国在这边 如果说这时候不管是驻韩的美军来支援干嘛 这个大陆一定打你 大陆可能都不会自己亲自动手 它叫北韩去打就够了 那北韩来讲的话 你看它的火炮射神 就足以覆盖你 它不需要用到导弹 它足以就覆盖你的首尔 你的首都 所以我觉得南韩这种 它是为了自己国家着想 如果这时候它来躺台海之间的浑水来讲的话 事实上刚好是落于让北朝鲜 能够对它动手一个很好一个利益 所以你看南韩的表态 虽然这个隐习越极度亲美 对不对 但是他的外长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非常的直接 就是不会 山上就要补充 补充一句 台湾在韩国人的眼里是对手 晶片也好 各样的产品 台湾被打 它什么暗地不鼓掌就怪了 对不对 它哪有能力去支援台湾 它应付北韩都应付不了 那台湾它乐见你被干掉 因为商场上 唯一最大的竞争 三星就是台积电 其他都一样 所以我想韩国不可能支援台湾 因为韩国人眼里还看不起台湾人 你们大概都不了解 他连中国人都看不起 对不对 孔子也是他家的 长白山也是他家的 对不对 所以韩国这个民族 我跟他们军官相处了一年 四个军官 既自卑又自大 非常极端的个性 又小觑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南韩没有能力 介入台海的问题 没有能力 他面临的最大是北韩 他自己有自己的问题 当然我们之所以把它并在一起 讲都是你大家看到我们的邻国 都是所谓的这个民主自由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呢 所有民主自由 大家就会在一起 来这个加围保卫台湾的行列吗 理想很丰满 现实这个很骨感 好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三中全会 这个三中全会闭幕 当然昨天是谣言满天飞 说这个习近平中风 主要就是因为那篇文章 三万字的那个文章 改革加习近平新华社刊登的 后来突然之间下架 不但新华社下架 所有转传的这个媒体 一律下架 下架的干干净净 连个404的痕迹都没有 所以后来谣言满天飞 说是因为跟习近平的身体健康有关 我从这个大概前天晚上 就开始一路看 各式各样讯息 还有细节 什么楼梯踩空 然后什么什么头趴在桌子上 还有说什么生气骂人的时候 怎样怎样 写的都好像在现场一样 结果昨天晚上 大陆央视七点联播的时候 习近平一现身 当然所有的谣言是不攻自破 好那这个三中情会有几个重点 我先让帅将军讲一下好了 当然在人事案的部分 还是大家最关注的 之前包括这个李尚福等等等 然后李玉超 火箭军的这一连串的整顿 导致非常的明确 李尚福 李玉超 还有这个孙金明等等 都开除了党籍 但是秦刚 秦刚很特别 他这个免掉了他 这个中央委员的职务 但是公告中还是用秦刚同志 用同志来称呼 也就是说呢 他的这个党籍没有被免除 对 所以很多人讲说 哇 他好像是在所有 目前这个出事的当中 唯一安全着陆的 你怎么看 可能是出事的 问题的性质不一样 这李尚福啊 这些火箭军的是 又贪腐又叛国 因为你的军资资料外泄 那个搞不好就处死刑都可能 最轻也是死缓 秦刚可能就是为了 他跟主播的逃射案件 思德 思德 我不晓得那名字了 就是一个女主播 对 那么逃射案件呢 形象不好 把职务免了 没有开除他党籍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当然本来说那位女性 说是这个间谍 什么双面谍 那也是 所以我说从结果来看 恐怕不是吧 因为你没有看到 他有透过那个女的 把什么群制外泄 如果那个群制外泄 他连党员都不保 所以我说从结果来推论 如果说真的是 中了什么双面谍 你把一些外交的机密 给了他 他今天不可能保得住党籍吧 这个很多事情 一出来的时候 八卦的东西就很多 那这个女的 是不是真的间谍 也没人知道 可能她跟美国的 走得比较近一点 那也不能说她是间谍 而且秦刚 有当个外交人员 怎么会不知道 我能说什么 不能说什么 我们连军人都清楚 我跟我太太 都不会谈军方的事情 对不对 第一个 双方的专业不同 那我还特别跟你讲 我的火炮摆哪里 没那个道理 对不对 一样道理 秦刚 他这个外交人员 最起码的保防知识 应该有的 但是管不住自己的 对不对 要跟这个女生发生关系 那就是你违反党的纪律 那撤职做个处分 但是有一个就是说 从结果来看 他对国家的忠诚 有没有问题 你觉得呢 忠诚有问题的话 他党纪就双开了 其实老共最在乎的是 忠诚问题 我讲连良心话 大物贪污的人多了很 那办了些东西 有的还没办 你要办起来是系统性的贪污 火箭军 这些官能够升到这么高的时候 沿路每一街都送红包 他们那个军中的文化 就这么糟糕 叫结构性的贪污 懂吗 就是这一群人里面 公开的 你不巴结 你的长官不送礼 不送钱 你可能升不上去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结构性的贪污 不见得他个人真的很贪 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我就没办法 就像清朝的县官 清朝县官不给你 公家多少钱 一个月薪水 三千六百块台币 他要养师爷 养朴快 他不贪污怎么办 所以这个问题一样的 中国大陆也是 官员薪水并不高 你知道吧 讲起来跟其他各国比不高 但是他要想升级的时候 所以要想办法 这些问题都出在这里 所以李尚福是不是有 把情报都供出去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资料外泄是已经有了 那谁外泄的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将来看他 双开的程度 你只是说 贪腐上来 你欲下不言 也构成双开 但是会不会判处死刑 但是你要是泄露 经济的这个人 一定会判处死刑 所以这个将来的判决 我们还看不到 对 对不对 就他的判决还没有公开 主要就是因为 第一个 这个秦刚也算是大明星 出席风头 年纪轻轻 仪表堂堂 又是习近平的嫡系人马 嫡系人马 而且表现也不俗 对 所以说 当然整个案子 不管是李尚福也好 秦刚也好 这个西方媒体 写了一大堆 你一定要写女间谍 才好看 要不然这个点击率 怎么会高呢 你想想看秦刚 刚到美国去 被批评是战狼 战狼会对自己国家 不忠诚吗 战狼是你要很有胆气 很有底气 才敢给人家挑衅 所以他的忠诚 我觉得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中间的细节 我们还是看不到 必须要这样讲 所以只能够 从他的结果来推论 因为结果来看 我们看到被双开的 一定情节严重 但是没有双开的话 显示 应该至少在 那个天条的部分 比方说背叛国家 不忠诚 这条应该是没有 大家都说 我便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